我們光復鄉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我是光律師的代表 我是吳輪士 大家都叫我阿順 非常開心今天能夠再次來到光復 舉辦1218公投案的說明會 在說明會開始之前 我先介紹與會的對賓 第一位是我們民進展發言 謝謝你黨部的主委 陳啟風 陳主委 還有今天出現我們這個場地的 我們的楊代表 楊代表在外面忙 你們掌聲給他聽到一下 謝謝楊代表 還有我們光復鄉的 張惠美 惠美總召 感謝你 還有我們黃福順 黃彭穆 謝謝 還有代表我們陳瑩立委 來的我們的顧助理 顧文毅 還有非常照顧我們 長期在我們光復鄉耕耘的 我們的吳文明兄 吳大哥 感謝 好 今天舉辦這一場說明會 我們預計在花蓮舉辦 100場的說明會 今天到這裡算一算應該是 第33場 我想主要今天要說明的這個內容 主要針對12月18號 這個四個公投案的內容 要跟大家做說明 那也表達我們政府的立場 那尤其今天 是我們花蓮的 花蓮人 在花蓮的玉米人 熱土的部落 我們的總統府發言人 我們Golas特別來到這裡 要跟大家來做非常詳細的說明 那我想接下來 我就把我這個時間 我們就交給我們總統府的發言人 Golas 用我們掌聲來歡迎他 你好 大家好 我是Golas 我是總統府發言人 那今天要首先非常非常感恩楊代表 楊代表在哪裡 在這裡 對 感謝你 然後今天還有很多 我們的很重要的人都在這邊 包括我們的黃東木 黃東順東木 還有我們的好朋友 文修 五大哥 然後呢 還有我們剛介紹的惠美 非常的重要 也在這邊 那感謝大家來 那是這樣的 我先跟大家說 可不可以請問一下 今天大家都是本村嗎 還是隔壁村 我們都是光復太高朗這裡的嗎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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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裡 對啊 對啊 就是光復 光復鄉的 法達岸還有打拔忘的嗎 可以 法達岸的舉手 好 看有沒有 哇 很多 好 很多 打拔忘的有沒有 好 是在這邊 好 那我是玉里 很久以前 在播過 原民台的新聞 有 有沒有看過 好像有一點印象 那大家可能會記得的是 我現在是總統府發言人 之前是行政院的發言人 我是行政院的发言人 行政院发言人 什么时候是发言 就是在赖清德的后面 这最后期 苏贞昌的前期 那一段大概两年左右 两年多 我是行政院的发言人 那一段时间 可能大家也 偶尔会有在电视上看到我 有没有看过我 偶尔有 那在这个前面呢 我是立法委员 2016年就是民国105年开始 我做过一届的立法委员 做过立法委员之前呢 我在桃园市政府 做局长 原民局 的局长 在局长之前呢 我做记者主播 做15年的记者 最后是在原民台有播新闻 所以可能有一些人 有看过我 那个时候 我今天是回来 我没有板金 我真面目 回来跟大家见面 因为我今天回家 那我今天为什么来呢 最主要就是说 就像大家刚才讲的 我们最近大家都在讲公投 公投 公投是怎么回事呢 那政府是怎么看公投呢 那为什么对方 这个国民党要说四个同意 民进党要说四个不同意呢 那我们今天要给他讲清楚 主说明白 这是我今天来的原因 总统跟副总统 你们如果有看电视 是不是看到他们最近都一直在演讲 讲四个同意还是不同意 那总统副总统讲的是四个不同意 最近有看新闻 有看到总统副总统在讲的举手 我们看一下 大概有看到 那因为这个原因 他说叫我回来花莲 讲一下 他们会来花莲 但是可能是下礼拜 下下礼拜才来 所以他们说 葡萄斯你是花莲人 那你要不要也来先告诉大家 这个政府的立场 为什么呢 因为发言人每天都跟总统在一起 每天都跟副总统在一起 最了解他们的想法 所以他们今天放我回花莲 说请你把我的想法跟大家说 我说好 所以等一下我们会讨论公投 如果我在讲的过程当中 大家有疑问随时举手 这样好不好 那我希望我可以在20分钟以内讲完 不要占用大家太多的时间 那第一个在我开始讲之前 我要跟大家说大家放轻松 不要紧张 不要害怕 因为今天没有选人 没有喊动算动算动算 今天不是讲这个 今天也不是讲哪一个党比较好 哪一个党不好 不是哦 今天是讲四个事情 讲事情就是论事 公投就是这样 公投的意思是把 选人的叫选举 选事的叫公投 所以今天等一下你会看到有一些政策 其实是国民党也做 民进党也做的政策 我们立场是一样的 只有一点点不一样 那等一下我们是就事论事 把事情讲清楚给大家了解 所以第一个大家就放轻松 那我知道有一些人可能会有一点压力 担心自己为什么来参加这个很奇怪的聚会 其实不奇怪 民主开放就是这样子 好 那我第一个要讲的 那我先来讲公投好了 因为我刚才讲到这一个 12月18号 大家可以去选 不是去选人哦 单纯就是拿到这四张票 如果你们愿意公投 那这四张票上面 我问大家 有没有人的名字在上面 你们看有没有人的名字 都没有哦 这个证明我刚才讲的 公投不是选人 公投是选事 对事不对人 所以公投本身就是针对事情来辩论 来讨论 来同意或是不同意 这第一点 第二点 以前也有公投 但是以前的公投很难通过 很难连署很难承案 那很久很久以前 以前的政府在面对公投法的时候 比较希望人民不要来公投 所以门槛很高 例如说说要九十几万人连署才可以通过 所以我们在当 我在当立法委员的时候 修了公投法 有两个事情很重要 一个就是把可以公投的年龄 从二十岁修到十八岁 所以十二月十八号公投那一天 十八岁以上的人就可以去投票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我们把大选跟公投分开 我跟肖美琴跟陈恩盈 我们那一届的立委 大家一起修法 说民主就是大家不要吵架 大家不要为了选举伤感情 部落不要为了选举撕裂 我们讲事情的选举 就对就事论事去整 选人的先放一边 所以公投跟选人的选举分开 我们这一届我在当立法委员的时候 我们就修法通过 公投不要绑大选 已经分开了 每两年 每一年的八月的第四个礼拜 法律规定喔 是公投的日子 那今年比较特别 因为有疫情 所以公投从八月延后到十二月 但是法律规定 我们修法通过是说 每两年等八月的最后一个礼拜 就是法定的公投日 但是现在有人呢 说我们要把公投跟大选绑回来 我们不同意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觉得 选人就去选人 选事就去选事 今天我们在这边 不用很激情很激动 还是去骂别人 批评对方的候选人 不要 我们就是就事论事 这是为什么我们公投 不要绑大选的原因之一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三年前的公投 2018年在选县长那一年的公投 绑大选 大家记不记得 不知道在马康埃斯太巴朗投票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拿到公投票 你们三年前有没有投公投 你们有吗 有投公投的举手好不好 那一年有 那你们拿到是不是十几张公投票 公投的票很多 结果在人少的地方没有关系 可是在花莲市 花莲的北部 出现还在投票的时候 已经在开票 因为人很多 公投很多 就是因为一个选民 那个盖章要盖县长 要盖议员 要盖相代表 然后又要公投一 公投二 公投三 一个人进去选举的那个投票 投票这个空间 要盖很久 结果塞车 所以前面的人还在排队要投票 后面的已经开票 我们希望我们自己犯过的这个错误 政府犯过的错误 不要再犯 这是为什么这一次 我们也认为公投不要绑大选的原因 在吃过去的错误的经验里面学到教训 所以这一次不知道为什么 有人说公投再绑大选绑回来 是什么样的原因 是为了他们2022的选举的原因 还是为了2024选举的原因 我们不知道 但是政府的立场就是公投不要再绑大选 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的例子 好 那这一题 你12月18号拿到这张票 上面会写什么呢 慢慢看 通常这个都很难懂 很难懂很正常 这个是大部分的人不了解 所以我慢慢讲 你拿到的票会说 你是否同意公民投票案成立后 如果刚好遇到全国性的选举 那全国性的选举是什么呢 就是选总统 选立委 选县长 就是全国一起选的时候 在符合法规的情况下 公投应该跟这个选举日同日举行 你是否同意 那总统副总统 包括我自己的立场 就是要跟大家说我们不同意 为什么不同意 就是刚刚讲的 我们坚持还是说要把 选人跟选事的选举分开 分开理性的讨论 像今天在这边 我们理性的讨论这一题 不是喊谁动算动算 不是在选人的 放下激情 减少对立 不同意 资讯透明 看一件事情就是论事 这是我们要的 所以这一题呢 如果你拿到这张票 我们的立场就是不同意 好这一题讲到这边为止 大家有听懂吗 这样有听懂 那这一题我们的立场是这样 如果有问题随时可以举手